哈喽大家好,我是明明明小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故事 上回我们说到,杜九弟加入Likons棒球队后 和球队老板签了对赌合约 杜九弟每out一人年薪加500万 每失误一分年薪减5000万 可谁知开挂的黄毛几场比赛后 就将自己的年薪变成了2亿7000万 连球队卧底极田都被黄毛一顿嘴炮给侧翻了 真的是踩穿妙计安天下,赔了狗腿又赔钱 于是下线无极限的踩穿老板 跟杜九弟签订了4个补充条约 话接上回,Likons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是近三年来联盟最强的Marinus Marinus拥有小黑托马斯 放脸布鲁克林和长发高剑的强安打阵容 他们三人的打击率都超过4成 稳居联盟前三,特别是高剑 他拥有球界第一的动态势力 是个毫无疑问的天才 刚和杜九弟签完4个补充条约的踩穿老板 马上召开记者会 宣布接下来对阵Marinus的三场比赛中 全部都由杜九弟先发上场 哎,一般对手搞不定联盟第一来搞 一场比赛搞不定连搞三场 在搞自己人这方面 不得不说踩穿老板还是有点东西的 与Marinus的第一场比赛热身时 Likons的球员就已经被Marinus 表现出来的实力震慑住了 再加上过去的情报 大家都有些显得信心不足 只有黄毛一人躺在场地上 悠闲地抽着烟 这时出口给黄毛递上了Marinus先发球员以前的资料 可谁知黄毛看都没看完就直接撕掉了 这都是过去的资料了吧 我们的对手不是过去的Marinus 而是今天的Marinus 如果历史数据就能决定今天的结果 你们这群渣渣根本没有资格跟Marinus比赛 说完 黄毛还一一点出了Marinus各个球员今天的状态特点 出口这才意识到 原来黄毛并不是光躺着吸烟而已 经过黄毛这个buff怪的一顿嘲讽加持 Likons的球员终于被激起了斗志 比赛开始了 杜九弟将如何对应Marinus的强安打阵容呢 黄毛当然是常规嘲讽一波 高高对手心态 直接保送了两名打者上磊 这一招无疑是告诉Marinus 你们的强安打阵容算个屁 真的是杀人诛心 布鲁克林直接气得折断了球棒 第三棒托马斯上场击球 结果托马斯被三振出局 接着第四棒的布鲁克林上场 同样被三振out出局 他俩完全不能理解如此简单的直球球路 为何球像长了眼镜一样会从球棒边溜走 终于到了有着最强动态势力的高健上场 杜九弟看穿了高健会先观察他两球 于是直接投了两个简单的直球好球 高健通过这两球也看出了黄毛的投球果真频频无奇 于是决定在第三球上一决胜负 第三球投出又是一个简单的直球球路 高健在准备挥棒的一瞬间突然停下了动作 三好球 高健也被三振出局 虽然击退了Marinus的强安打阵容 但是杜九弟似乎一点也不高兴 相反倒是高健露出了笑容 原来高健发掘了黄毛杜九弟投出的不是简单的直球 一般的直球从投出手到接球手接到 会在空中旋转20次 而黄毛似乎能控制球的旋转次数 在于高健最后一球决战时 投出了在空中只旋转三次的低旋转球 普通直球通过球的旋转会在球上产生空气场力 对抗重力 因此球会像反重力一样向前飞去 而低旋转球不会产生强大的场力 因此受重力影响 球会稍微下落 所以把低旋转直球当成普通直球打的打者 就会发现球从球棒下方溜走了 可及时发现了黄毛投球的秘密 Marinus的打者还是打不到黄毛的投球 毕竟黄毛最牛逼的技能并不是控制球的旋转 而是读懂人心 比赛一直持续到第九局 双方都依然没能得分 这时高健建议所有打者放弃黄毛的低旋转球 直打普通直球 并且不要进行挥棒练习 每次只能挥棒一次 原来高健也发掘了黄毛这个开挂的技能 通过对手的动作 眼神 看穿对手的潜意识并加以利用 而应对这个开挂技能的方法 就是尽量减少动作 执行这一战术的Marinus打阵 果然连续打中了杜九弟的投球 多人上雷 这时轮到布鲁克林击球 杜九弟面临首次失分的危机 这时高健给众人科普 为何他之前的战术能够奏效 原来对付杜九弟的策略 简单来说就是猜卡片的游戏 黄毛持有黑白两张卡 并会拿出其中一张 只要猜中是哪一张卡就算赢 但是黄毛杜九弟能够读懂人心 解决方法就是将思考和行为分开 之前要求大家放弃低旋转球 因此大家都会想着去打普通直球 这一点明显会被杜九弟觉察到 他就会投出低旋转球 而高健偷偷将大家的球棒 换成了布鲁克林的重球棒 于是大家按普通直球挥棒的动作 会因为球棒重而自然下降一个球的位置 这正好也是杜九弟低旋转球球路的位置 让大家指挥一次棒 也是为了避免被杜九弟看出球棒被做了手脚 正当大家开心的觉得这回终于能够得分时 高健马上泼了一桶冷水 这个战术有一个瑕疵 那就是对布鲁克林无效 因为他一直用的都是重球棒 果然布鲁克林被三阵出局了 高健说不用慌 这点也在我的算计之中 这场比赛由我来终结吧 他算准了黄毛已经看出了球棒的秘密 因此他自己并没有拿布鲁克林的重球棒 前两球他和其他队友一样目送投球 在第三球的时候 他觉得杜九弟一定认为他拿的是重球棒 击球点会下降 因此杜九弟一定会投出不下降的普通直球 黄毛杜九弟的第三球投了出来 高健迅速就看出这球不是低旋转球 这一点早就在他的算计之内 将计就计的高健果真能打中杜九弟的投球吗 结果大出高健一料 他挥空了 原来杜九弟这回投出的是一个高旋转球 球从高健球棒的上方飞过了 高健被三振出局 当高健在纠结杜九弟到底是出黑卡还是白卡的时候 杜九弟满不在乎的掏出了灰色的卡片 这一回高健完败了 在比赛第九局下半 利克恩斯得到了一分 于是这一场比赛由利克恩斯的完美胜利而告终 马上来到了利克恩斯和马里纳斯的第二场比赛 这回比赛开场前 高健就找到了儿道 并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杜九弟的弱点 这回就是来彻底摧毁杜九弟的 经高健这么一说 儿道也意识到了杜九弟的唯一弱点 体力 在车轮战的条件下 马里纳斯派出了多名冠用左手的打者 他们不断拖延比赛 让杜九弟尽可能多的投球 同时在最后一球打出一垒滚地球 让杜九弟奔走于防御 之前没有职业比赛训练的黄毛 不可能抵抗得住体力的消耗 双方毫无得分的来到了第八局 这时杜九弟在一次防守奔跑中突然倒地了 站起来的杜九弟坚持完成了这一局比赛 没有让马里纳斯得分 儿道建议球队监督换投手 让杜九弟休息休息 可踩穿老板的走狗 当然是不可能违抗主人的命令 于是杜九弟继续投球 双方都没能得分 一直打到延长赛的第十二局 这时儿道决定上场了 作为Likons明星的儿道 一上场全场就沸腾了 之前由于右肘伤势 儿道一直没能出场比赛 儿道这回能够力挽狂澜吗 马里纳斯的投手知道儿道是传奇打者 不过如今儿道有伤在身 完全不可怕 这时黄毛杜九弟跟儿道说道 打不到的 用你那受伤的手肘是打不到的 难道你准备在比赛结束后就隐退吗 这么一说倒是让马里纳斯的半板有些惊讶了 黄毛叫了暂停 给儿道的右手肘绑上了厚厚的绷带 同时他告诉儿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第一球会是外脚低球 胜算就此一球 打不打得到就看你自己了 儿道回到比赛场地 摆出架势瞄准外脚 马里纳斯的接球手也发现了这一点 打手是给投手投内脚直球 可谁知半板一球投出 却是奔着外脚去的 完全相信杜九弟的儿道早就准备好 接这一记外脚低球 一记本雷打终结了比赛 利孔斯连赢两场 杜九弟给一边懵逼的出口科普道 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 让设计名将向半径10厘米的靶子内连发50枪 他全部命中了 接下来在距离靶子一米远的地方 放一个价值几亿的胡 设计名将再次连发50枪 这回却在胡的相反方向射偏了平均7厘米 对于半板来说 儿道的手肘就等于那个胡 他本是瞄着内脚投球 但是对方是代表球界的传奇打者 要是发生意外投到儿道手肘上 儿道绝对要隐退了 无论是谁都不想弄坏价值过亿的胡 因此半板的投球自然就投向了外脚 出口这才意识到 之前黄猫对儿道出言不逊说出隐退的话 都是为了给半板施压 黄猫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给对手挖坑 这场比赛结束后 杜九弟的暂地年薪为7亿3500万 第三场比赛前夕 彩川老板给杜九弟打电话 将这场比赛的比率增加到20倍 也就是失一分赔十亿 彩川老板为何如此有信心呢 第三场比赛到了 杜九弟还是首发出场 这回杜九弟连续投出坏球 大家都觉得杜九弟今天不正常 面对高剑 杜九弟一记投球 高剑打出了全雷达 这时杜九弟的年薪变成了-6500万 这可把彩川老板开心坏了 之后杜九弟被托马斯和布鲁克林连击 大家都觉得杜九弟是因为连续投了三场球 太疲累了 之后杜九弟还是在不断失分 Marinus的队员们都十分开心 只有高剑觉得有些不对劲 高剑看到了杜九弟邪魅一笑 就像是看着掉入陷阱的猎物一般 到了第四局 杜九弟看了一眼比赛时间 叫了暂停 这一眼被高剑看到 他更加觉得杜九弟的举动很可疑 就像是故意拖延比赛时间一样 这时电视上给出了暴雨警告 高剑赶紧催促打者诽谤 因为现在分数不重要了 如果第五局之前因与事态大而终止比赛 这场比赛的结果无效 因此他们应该尽快确保比赛成立 于是这场比赛变成了争夺时间的比赛 双方队员开始各种花式犯规 黄毛故意投坏球 打者故意投球前变换位子 出局后向上垒方向跑去 不踩踏板投球 真的是第一次发觉 故意造犯规都有这么多套路 杜九弟结束了这一轮投球 Likons0比16落后 这时杜九弟告诉队友 现在开始追回比分吧 我们要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比赛 否则就无法取得锦标赛冠军 我让他们得了16分的同时 也让他们带上了沉重的枷锁 他们为了尽快完成比赛 已经没有多余力气去思考 也不会投坏球了 这不是最好的扳回16分的机会吗 让我们把所谓的王者尊严沉到地底 Marinus的投手机梁被监督告知 不要进行投球练习 直接投球 结果连投了几个坏球 原来之前杜九弟不踩踏板投球时 故意将投手球弄得一团糟 到处都是坑 黄毛给上垒跑者发命令提前跑起来倒垒 机梁想投牵制球 却被监督制止了 要赶紧结束比赛与打者一决胜负 这下跑者轻松上了三类 由于Marinus领先16分 因此监督毫不在意丢掉一两分 能确保比赛成立才是最关键的 他不断催促吉梁尽快投球 不要投牵制球 Dricons连续得分 这时而到突然意识到 吉梁因为要抢时间不能投坏球 没做练习 没注意到投手球上的坑 没时间和捕手进行暗号交换 不能投牵制球 这就是杜九弟说的枷锁 吉梁是背负着重重的枷锁在投球 Dricons将比分追至10比16 Marinus监督还在催促吉梁赶紧投球结束比赛 哪怕被再得5分也没关系 可这时吉梁却违抗了监督的命令 开始投牵制球拖延比赛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吉梁选择造反了 他不想让比赛成立 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 被得10分的吉梁 作为投手的防御率就会变得十分低 在队里一直被豪华打阵压制的投手吉梁 本来就没什么存在感 这回更是要牺牲他一个人来换取比赛的胜利 他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反抗 Marinus监督选择换下几两 由田袋上场 刚上场的田袋 也被到处是坑的投手球震惊了 几个投球后 Likons打出一记满蕾本蕾打 将比分追至同分 16比16 这时候裁判中断了比赛 眼瞅着比赛就要被宣布无效 可裁判却回来说比赛继续 原来采川老板为了让比赛成立 杜九弟输钱买通了比赛主办方 不要盼比赛无效 因此 Likons和Marinus只能继续比赛 田袋的曲线球也慢慢找到了手感 关键一球 Likons打者荒川因为不知道对方投什么球 而惊慌失措时 杜九弟一个投球过去抱了他的头 然后走过去告诉荒川 下一球会是曲线球 荒川果真将球打出 抛者成功上垒 Likons将比分反超 16比17 换Marinus进攻 杜九弟上去嘲讽Marinus的监督 领先16分的比赛被反超 监督的责任很大 Marinus监督丝毫不觉得会输 毕竟他们有着最豪华的打线 而且今天表现一直不错 杜九弟回答 那么到时候你就要负责背负败北的责任 开始投球的杜九弟一改前几局的颓势 接连投出完美的低转速的球 把高见都整蒙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突然意识到杜九弟是借着雨势将球轻轻滑出 这样就能降低旋转 连大雨都变成了杜九弟的伙伴 高见可以安心地去了 古有诸葛亮界东风 尽有杜九弟介雨 之后杜九弟凭借雨势 完美地将Marinus的打者都散阵出局 最后一球 接到布鲁克林打出地滚球的杜九弟 没有将球传给伊磊 而是站在打者面前 开始嘲讽Marinus的监督 别担心 我还没有让比赛结束 你将本可以轻松取胜的比赛 被反超制输球 而且让姬良和田代两位投手 哑巴吃黄连 一把年纪了 却不知道什么叫负责 以为出事了道歉鞠个功就可以了事 你也是其中一员吗 我想不是吧 Marinus的监督被这一波击的 询问杜九弟应该如何负责 杜九弟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弃这场比赛 反正比赛无论如何都会输 如果放弃比赛的话 吉良和田代的失误分就会被消除 与此同时 杜九弟的失误分也会被消除 采川老板跪在电视前 祈祷Marinus的监督不要放弃比赛 可最终他还是没能如愿以偿 Marinus放弃了比赛 Nikons在三连战中完胜Marinus 而由于这场比赛的比率是20倍 于是杜九弟的暂定年薪 变成了21亿3500万 杜九弟之后还会遇到怎样的对手呢 这回吃了大亏的采川老板 还会有怎样的招数对付杜九弟呢 杜九弟会如何应对呢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请记得点赞和留下评论哦 让我们在下次的故事中再会